字幕 Goodnight 小陽 大家好,這是臉書門傳在部門等室,我是小陽 我是梓傑 那今天我們要探討什麼樣的主題呢? 女人的背包,讓我做得好 沒錯! 今天就要講女人的背包 小陽 你看過女生包包裡面放最奇怪的東西是什麼? 欸 講到這個吹風機啊 那還不夠誇張 我有一任女朋友他包包裡面放 球鞋 鞋子 球鞋 真假的 對 太誇張了 還好 我剛剛更扯了 媽 裡面給我放便當盒啦 便當盒 對啊 便當盒 你知道我遇過最誇張什麼嗎 就是我前任女朋友 他包包裡面竟然給我放 主機板 媽 你太誇張了 OK 好 我們回到現場 總共男生女生包包總是放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 重點 還要我們男生來背 對 要我們男生來背 你們知道男生今天往生來幹嘛的嗎 告訴他們 是來扛責任的啦 相信剛剛講完男生跟女生包包看法會有許多多的爭議 所以 我們實際的走出棚外 來進行我們的市場調查 對 市場調查 Let's go 這裡是棚外 那我們現在進行我們的市場調查 欸 那小姐 不好意思 耽誤妳幾分鐘 妳對於男生替女生提包包有什麼樣的看法 這是應該的啊 這是一個男生提名的方面啊 有什麼事 那妳現在的包包會很重嗎 我來幫妳看看 哇 滿沉的耶 裡面裝了些什麼東西啊 還好吧 是主機板啊 還有板手啊 好好好 看就知道小姐應該是從事理工方面的行業 不不不不 不是 OK 這也是棚外 我們現在要隨地找一個路人做市場調查 OK 就那位小姐 小姐 等一下 可以到那裡找到這個地方嗎 OK 可以到這個地方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妳對男朋友幫女生背包包有什麼樣的看法 因為我過去的時候都通常沒有叫我那邊被我習慣 為什麼呢 因為我都叫大家直接背我 那妳跟妳男朋友應該蠻幸福的啊 對 OK 謝謝 謝謝 不會 不會 謝謝 來 OK 那我們現在我們的訪問來到我們住宅區 那我們現在還是進行我們隨機路人調查 那就是社會小姐 那請問一下可以耽誤妳五分鐘的時間嗎 好 OK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一項市場調查 就是詢問一下妳對於男生替女生拿包包有什麼樣的看法 當然是應該的啊 呃 怎麼說是應該的 因為他的東西都會放在我包包裡面啊 呃 都會放你包包 對啊 就像是輪框啊 避震啊 電動塑膽啊 還有土地板啊 來 經過剛剛的市場調查 那我相信勝負已經非常明顯 那我相信勝負已經非常明顯 男人永遠是女人的奴隸 沒錯 男人永遠是女人的奴隸 所以有 女朋友男生 就乖乖任命吧 唉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我下輩子投胎的女生 那你想要妳怎麼看 唉 我也是啊 唉 因為這樣子的話我們才可以在包包裡面 Date Time Date Time Date Time 來 相信經過剛剛的市場調查 來 相信經過剛剛的市場調查 來 相信經過剛剛的市場調查 那我們 勝負非常明顯 女人 男女人 是 是 密碼的USB 路人都覺得你很奇怪 好 我不願意讓人覺得奇怪 上百人就 趕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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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個 再一次